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主党那边已经开始有呼声说要去弹劾他 再就是给我们来讲就是说法官虽然是终身制的 但是你如果是违反了一定的道德底线 甚至于说如果你犯了法 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是可以被弹劾的 甚至于可以说被出名 嗯 换句话就炒了鱿鱼了 对 对 那么香港的法官我觉得也应该有这种前提条件去限制他的 就是说去给他们一个这种怎么讲终身制的这么一个弹性条款吧 嗯 补充条款 对 也是换句话说不能为所欲为 整个在现代社会当中不管你是做的哪 就政府部门的哪一个职位都不可以为所欲为 嗯 对 就是说这个法官本身也是人 他也有可能犯错误甚至有可能犯罪 嗯 有可能在他执法的过程当中也可能犯了罪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应该有机制去弹劾他 嗯 那目前具体的香港这几个法官 比方说上午抓了下午放了 那么有有办法根据这个弹劾他吗 这就看他这个执法是不是正确了 嗯 所以要看上一级的这个有监督职能的这些人 嗯 来去审查法官这个行为是不是合法的 嗯 比方说立法会 对 香港立法会 立法会或者是这个也更高一级的吧 嗯 但是他按照香港的法律 他是不不需要到北京去去做这个 因为他终审就在香港本身 按照基本法 香港的法律是独立的 嗯 他不用到什么北京去制高法院 他不必 对 因为但是香港也是经过提名才 不 对不起 法官也是经过提名才去认职的嘛 对 所以说谁能提名他 谁也可以有权利去弹劾他嘛 嗯 也有这么机制 那只不过是你有没有启动这个弹劾机制了 对 而且有没有这个监督机制 就是说他这个法官现在这种做法 嗯 对于这些暴力犯罪的这些人 抓了放放了抓 嗯 那你这种行为到底是不是合法的 应该启动一个机制来去审查监督 对 或者甚至于听证 这样的话因为本身现在法官这种这种做法呢 已经实际上鼓励了这种暴力 或者暴力游行或者暴力犯罪 嗯 而且客观上这个暴力游行 暴力犯罪是越演越烈 对 因为为什么呢 抓了放了又回去了 是这样的 而且就是没有惩罚嘛 没有惩罚 而且给他们一种错误定向 就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完全是错误的 而且是非常错误的 特别是这些年轻人 嗯 年轻人怎么讲呢 有些事情就是人的本性 你做了第一次 你有可能做第二次 那现在你都没有教育他说 你这样做是触犯了这个法律底线 社会公共秩序的道德的底线 你不能这么做 如果如果没有 就是说法律上都没有惩罚他的话 有可能我这个游行示威 尽管是将来平息下去以后 那有可能这些人成为一个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对 他可能去破坏社会的公共秩序 已经在破坏社会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说这个这段时间 这个事情过去以后 嗯 大家平息下来以后 你可能发现那些犯罪的人 有可能是这些人 对 就是说他已经有了一次犯法 而且没有惩罚他 那有可能第二次了 对 那现在是因为这个环境特殊嘛 大环境特殊 因为有句话说就法不责重 因为这种游行示威的人 人数还是蛮多的 对 所以有些人可能是有这种心态 法不责重的心态 继续再做一些事情 再加上这个法官呢 也是对他们没有严惩 那将来如果是整个社会平息下来以后 这批人没有受到一定的教训的话 他们可能还继续犯罪的 完全可能 完全可能 所以这可能在就目前来讲 就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 是的 如果你这法官没有严格的执行法律 没有对目前的这种暴动 或者是暴力游行 采取适当的法律措施的话 那么将来可能是后报不求 对 好 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的栏目 暂时到这里 我们下次接着跟成绩之谈 谢谢你的收看 好 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